每天都是圣诞节 耶 圣诞老人一定是听到了我的愿望 快看 我拿到什么了 我太开心了 倒数了那么久 圣诞节终于到来了 我爱圣诞节 我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 耶 那一定很棒 圣诞节只有一天 真是太短了 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 那该多好啊 每天都有礼物 到处都有礼物 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 那该多好啊 那天晚上 鲨鱼宝宝给圣诞精灵 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圣诞精灵 我希望一整年每天都是圣诞节 我真心希望 圣诞节是昨天 他们为什么还在唱圣诞节送歌 鲨鱼宝宝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现在每天都是圣诞节 看这个 他们看上去好兴奋 都在挥舞手中的圣诞礼物 哇 圣诞精灵 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 每天孩子们都能收到新的礼物 一整天都能吃甜甜的东西 从此以后 每天都是圣诞节 没过多久 鲨鱼宝宝和朋友们 就厌倦了每天过圣诞节的日子 够了 谁能提下这一切 因为一直吃糖 我的牙齿现在都烂了 快看看 我想我一定是吃太多了 每天每天过圣诞节 一直不停歇 到处都是礼物 派对不会结束 每天每天过圣诞节 现在请结束 都是我的错 圣诞精灵 我觉得我错了 请停下这永不停止的圣诞节 那天晚上 圣诞精灵来看望鲨鱼宝宝 亲爱的鲨鱼宝宝 哇 圣诞精灵 每天都过圣诞节 你开心吗 不 我不想要糖果和礼物了 我只想圣诞节结束 现在就要 看来鲨鱼宝宝 通过这次的事情 学会了一些道理呢 当鲨鱼宝宝第二天醒过来 已经不是圣诞节了 耶 不再是圣诞节了 嘿 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12月26日 所以不是圣诞节了 对吗 圣诞节是昨天鲨鱼宝宝 耶 圣诞节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鲨鱼宝宝一边笑着 一边说着发生的一切 鲨鱼宝宝终于意识到 庆祝圣诞节 一天就够了 去丢阅 胖胖湖